大家因为过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资 生活压力也是比较大 我家三个小孩都看要养不起了 昨天我唐哥突然打电话给我 他说这里招工 听他说工资待遇非常好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他 看看这里的工资待遇到底是怎样 喂 有现在在忙吗 你都开键下班了 是不是在吃饭了 是吧 我刚才打了一个电话给他 他说他吃完饭马上就出来 来了 这个就是我堂哥 这个是刚吃饭的 是刚吃完饭 最近怎么样 最近一直都没有找到工资 听说你昨天打电话给我 听说这里工资很高 是还可以 他这里就是招这种保安监巡视员 怎么样做法 我还没听明白 他分白班跟夜班的 白班的话就是一万五一个月 夜班就是两万 你知道为什么夜班两万 因为夜班晚上要去巡逻 当然白班也要 白班也要巡逻 主要就是夜班 你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 晚上巡逻 我第一次可能有点害怕 那怎么你习惯就好了 刚开始随度一样 当你习惯以后就其实也没什么 有没有什么假期之类的一个月 一个月放四天假 相当于就是干二十六天 然后有无限一斤 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八个小时 对十二个小时 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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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吃包住吧 对对对包吃包住 工资还可以 是还可以 你要想在我们这个小县城 有两万块钱一个月 算很高工资了 这个工作我都好不容易跟领导争取到的 我就是看到你三个小孩 家庭区域这么困难 我特地跟领导说 我说我堂弟家庭非常困难 三个小孩要养 然后领导一听的话 也是给我面子吧 相当于也是可能有爱情 然后他就说 叫你弹去过来 可以来面试一下 等一下我能不能进去看一下 何故何时啊 看就不能看咯 看就不能看了 要上班的话 就说明天就过来 对对 你要上班的话 明天过来办手机 办个手机后就可以上班了 我就是晚上最主要就是 放那个上面去巡视一遍 空两个小时就要巡视一遍 我两个小时要去巡视一遍 然后巡视完了就到这里 大门那边整个 对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过两个小时 你又要去巡视一遍 不是说一个晚上巡视两个小时 就是一个晚上十二个小时的话 就要巡视六遍 对相当于是六遍 巡视一遍十多分钟能巡完吧 要半个多小时啊 半个多小时啊 是 这个也是挺忙的 那也什么也 只是就是走走过场看一下 巡视一遍 最主要就是晚上 我没上到晚吧 我又可能有点害怕 你心里的意义好了 其实没什么 你丢办就好了 第一次来上完班 有没有能带的那时候 没有啊 这个就没能带 靠你自己 反正就交到你 因为他每个点都有那个 那个写那个 你寻常的那个时间 哦 你从哪里经过来都要登记 是不是 对对就这个意思 对哦 那这样吧 我回去考虑一下 你要尽快啊 这个工作好多人来找的 我都好不容易跟领导讲好 你最迟今天晚上就要答复我 今天晚上啊 是 我要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对对 不知道他同不同意 让我来这里上班 因为这个工作比较特殊一点啊 是你商量肯定是要跟你老婆商量一下的 但是你要尽快 至少晚上你要给我打 其实我也很想来这里上班 因为我过年到现在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现在三个小孩都看要养不起了 所以说 所以说我就是看到你这种情况嘛 然后就是 给领导讲 就是特地把这个工作人给你啊 好 那我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啊 好 谢谢 晚上就给我打呼啊 晚上我打电话给你 好 去不去我都会打电话给你 好 那你先回去了吧 好 我去工作啊 好 刚才我堂哥也说了 这里工资带 还是不错的 2万块钱一个月 最主要是要上夜班 晚上呢 要隔两个小时就要巡逻一早 毕竟我没上个夜班 巡逻的话 我还是有点害怕 大家觉得 在这里上班行不行啊 有知道的 网友们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看到讲